面对极端的气候所造成复合时的灾难 也让各项防灾救难工作更危险峻 因此光复高职是承办了 华联县921国家防灾日 防灾避难演练的活动 已经不再是单一的防震演习 内容还包括有火警 恶徒入侵校园破坏等等的预防演练 不仅全校师生 更结合了地方公所警销等单位来参加演出 演练的过程逼真确实 因应极端气候及复合式的灾难 承办华联县今年度国家防灾日 防灾避难示范的观摩演练的光复高职 从校园防救组织的编制说明介绍 到实际的操演各个环节都不马虎 从最常见的火灾抢救 到瞬间发生的地震灾难 乃至于人为因素 尤其近几年经常发生不明人士 入侵校园造成伤害等等 光复高职不仅是全校师生演练 更结合地方公所资源 以及警销单位共同参演 演练过程逼真确实 每年的9月21日 国家防灾日 全国各机关 团体 学校 乃至于各社区都非常重视 我们期待防灾救灾能够落实于日常的观念 以及日常的作息生活方中 光复高职防灾避难示范光模演练 除了全校师生 临近国中小学及幼儿园也都到场参加 避震的演练 令语会的上级单位高度肯定 刚才我们从检报到刚才实际检报 看各位同学 司长 甚至全校的行政人员 都一起投入在非常认真的在参与这个过程 让我非常感动 那也看到了学校在事前的非常用心认真的规划 包括了各种状况的设定 都结合了在地学校的一个特性 当然了 这个也落实了达到我们防灾教育的一个目的 2002年921更设为国家防灾日 透过工部门及学校机关的防灾教育 及防灾避难的演练 提升全民防灾意识以及国家防灾应变能力 记者时遇览 光复采访报道